这片100亩的鸵鸟养殖基地 是去年李楠楠向政府申请了20万元发展资金 在村里搞起的新产业 30只大鸵鸟 32只中型鸵鸟 还有8只不足一个月的小鸵鸟 一月份的混毒冷嘎肠 太阳下才七八摄氏度 而小鸵鸟在三个月大前 都必须待在32度的恒温环境 睡在炕上 照着浴磅 还要保持绝对的清洁 在这样的密封环境里 清理鸵鸟粪便 确实是件苦差事 小鸵鸟后三个月是它们的黄金期 只有在这三个月度过去以后 它们才能慢慢地适应 这里的环境和气候 才能生存一下 大海 你快点医生过来 小鸵鸟有点粘沫了 快一点啊 这些鸵鸟 就像是一样的 是热带的鸟种 所以它对温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白天还有七八度 我也没有想到突然变得这么冷 都到了零下十几度 这种温差对鸵鸟来说 受不了 致命的 这些鸵鸵鸵鸵鸵鸵鸵 因为晚上看到 李楠楠和队友王大海 守了小鸵鸟一晚上 八只最终只救回来两只 一清早 一天之内 养殖基地损失了七只鸵鸟 亏损五万元 李南南半年的心血打了水漂 三只鸵鸟